今天所有的問題都在於 怎麼同一套的證據 幾天前給你物保請回 今天收押禁見 尾翰看到了貓膩中的貓膩了 好 就這樣跟他抱歉觀眾朋友 因為其實基本上 剛剛律師用專業的角度 跟大家講了 一定出現什麼事情了 現在看起來 觀眾朋友 我們都看到了 有沒有 這個台北地方法院的 這個法官他給大家看到的新聞稿 三點 剛剛我給大家看了 三個顏色對不對 沒錯 但是還有一份 更詳細內容的裁定書 我們現在目前沒看到 誰看得到裁定書 律師 這個柯文哲 律師 還有檢察官看得到 因為當庭這個法官 他要做出裁定證 他還發給兩兆 這個裁定書的內容 現在週刊掌握到是什麼 看了以後你回笑一跳 俊翰哥 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他不否認部分事實對不對 對 裁定書裡面寫得更清楚 就是柯文哲跟法官承認 申請這個整個 牧城在金華城當中的 很多的蓋章的部分事實 他有蓋 而且幕僚有提醒他 這會違法 但他還是蓋了 那這什麼意思 明知不可違而為之 明知違背法律 第六條 再講一次 柯文哲如果真的 今天已經承擔 那攻防 什麼禮拜一 禮拜六什麼 不重要了 如果今天柯文哲 已經跟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呂正也講說 我知道我這樣子對不對 提高容許率是違法的 那就已經落實了 就是圖利第一點 叫不否認部分事實 第二個 有沒有講到說 可能會變成是 現在是圖利 以後說不定是收會 第五條跟第四條 七年或十年以上 你在說什麼 好 週刊掌握到的 第二部分是什麼 就是在這個 金華城案子過了以後 柯文哲的妻兒 觀眾朋友 這個部分 還沒有辦法證實 要跟大家講 是週刊所講 他的妻兒的戶頭裡面 是不是出現了不明的資金 那就跟錢會有關係 這個後續再查 今天是個雞壓庭 他只告訴你 我為什麼要押柯文哲 他還不用給你起訴書 他還不用給你一審的判決書 他只是在告訴你 為什麼這樣做 剛剛所講的兩點之外 最後一點是什麼 是柯文哲的手機 剛剛易山在講的 他有刪除手機記錄的這個動作 那就會被這個檢察官跟法官認為說 你為什麼要刪除手機記錄 你是不是有什麼東西 怕被人家看見 那就滿足了串政的條件 三個條件都滿足了以後 你沒有其他的選擇 只能收押柯文哲 好 你回頭來看 柯文哲的兩個動作 我們不禁懷疑 他是不是今天 早上不出家門的時候 就已經有想到 Plan A B C 會有一個選項是會不會收押呢 第一個 他接受了外媒的專訪 是不是要出口轉內銷呢 第二 在收押上了球車之後的45分鐘 居然16秒的自拍影片就上架了 好 君彰哥還有報告新聞的觀眾朋友 其實我有點擔心 現在案子應該是從阿扁被收押之後 以來最可能造成台灣政治對立 民眾對立的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 跟司法案件 剛剛前面講的都是司法的工坊 現在開始跟大家講政治 柯文哲他可不可以接受 國外媒體專訪講說我被政治迫害 他可以 因為他是身為這當事人 可是這個動作現在目前民進黨 我看很多立委都在講說 立立聰 你在告洋狀 而且你講的內容不對 你自己設法 你自己犯法 為什麼講我們台灣的司法破壞你 這台灣有各種不同意見 柯文哲支持者 巴西的民眾立委覺得主席被迫害 可是其他不是每個人都這樣想的時候 現在目前鬧上國際媒體 其一 其二 你要知道 柯文哲主席在今天去這個計壓庭之前 居然跟你很清楚的知道 胡秋 江和樹 陳志涵 還有黃國昌早上講 他會不會 對不對 一百萬交保 聚保 我寧可被關 我還要絕食 我要學書自分 這個狀況之下的時候 也會增加對立 對不對 這個情況之下的時候 我不知道 因為剛剛柯文哲確定被駕壓之後 柯文哲臉顯然是 他的幕僚有幫他管 還能發影片 發出了一個15秒 16秒的影片 真的沒講什麼 只有跟大家講 認真上班 好好生活 就是這樣而已 對不起 讓大家擔心了 給小草打氣 穩住他這369萬票 也不知道跑掉多少 對不對 第三個 這一次判他的 因為還沒判出來之前 今天各大報警打開 都是綠色法官 誰講的 孫明德講的 這綠色法官一直不會來 對不對 一定是綠色政治不壞 綠色恐怖 就被想到政治駕壓了 所以這個法官 呂正業他以前的這個紀錄 包含他把車給扣了 包含他被監察院彈隔等等 這些東西都會成為民眾黨的支持者 不接受柯文哲被駕壓 是個合理駕壓 還有柯文哲律師要提出抗告 還有民眾黨巴西立委 要繼續去抗爭的一個重要因素 所以你就知道 包含著最重要的人大家講 因為不管怎麼樣 俊強哥 我們現在講政治 未來兩個月 民眾黨就是沒有柯文哲 對不對 沒有錯 因為他就被駕壓了 黨主席放假 我剛剛看他在民眾黨黨中 黨部還在開會 我們不可能這時候放棄柯文哲 所以我們就找個代理主席 不要 主席還是柯文哲 可是誰會是實質的領導人 就是黃國昌 所以黃國昌今天是印這個 他跑到我電台去上節目 上到一半 居然是收押了 節目沒有辦法繼續錄了 就站起來往外走 這是黃國昌 然後就回到黨部去跟大家討論 很支持柯文哲的館長 其實我覺得這時候 也不用去嘲諷 因為他先前有講 再敢壓的話 我就要找更多人來 網路上他開直播好多人 好幾萬人在看 也有一些人在嘲諷他說 趕快衝 這是違法的 不要這樣做 還有呢 還有今天因為他把他移到 北姐的外面 北姐的門口不可以 還是禁制區 移到了小南門站那邊 人數確實 而且今天很熱 都還沒判出來 你也不用去讓他人少 接下來我相信 民眾可能會規劃 什麼樣的活動的時候 就會有更多人了 最後是什麼 最後是柯文哲 他去到了那個 土城看守所的時候 看到也有一些 支持柯文哲的人在那邊流淚 討厭柯文哲的人在那邊比戰 比到戰 然後還舉牌 對不對 就是這個狀況之下的時候 會增加台灣藍綠 還有白的對立 我再一次跟觀眾朋友報告 這是一個羈押的判決 所以他只是被羈押 兩個月而已 還沒有寫起訴書 起訴書寫完以後才會有一審 一審還有二審 還有定驗 中華民國無作推定 現在目前柯文哲只是 被壓在土城看守所 要完成他被偵查人的一個過程 不要有篡政逃亡之餘 他還沒有成為罪行定驗的一個罪犯 好 韋翰 你再來給我們看到 今天同樣晚上消息 非常多位置進來 這個很重要 這是民眾黨的一個聲明 黨主席被壓了之後 他們其實一直在叩問我們剛剛 前半個小時一直在追的問題 為什麼同一套證據 吳寶請回變成了收押禁見 他們高喊司法不公 你怎麼看 民眾黨的這個聲明 可以說是有理有據的 非常的完整 就跟大家講 我們先質疑第一點 民眾黨講說 為什麼整個偵辦的過程當中 一直洩密 不是偵查不公開嗎 為什麼會有特定媒體 不然我們剛剛看到那個裁定書 對不對 我們也還沒拿到 但是這個有中刊就可以拿到 是不是司法真的偵查不公開 為什麼有人可以拿到 第二個就是你的過程當中 同樣的證據 沒有新的月券 那為什麼之前無保請回 但這個狀況 這第三點可能剛剛已經給大家答案了 或許柯文哲本人 他在這一次的這個家庭當中 他已經做出了不予否認 這樣的話當然就有可能會是 土力的落實了 好 聽到這個地方 小平哥 你剛剛在論述的時候 一直提到一個人 黃珊珊 你說要趕快 趕快去約談他 應該在他身上 也有一些說法可以問得到 就在今天晚上 被拍到了黃珊珊 他其實到了柯文哲家裡 你看到他從這個門 暗暗的這個門 暗影後面沒進去 就這個樣子 他就是要回被媒體 但還是被媒體拍到了 你怎麼看 我覺得串供是非常重要的 這黃珊珊主導了三場的記者會 他介紹了這個柯P認識的 沈慶晶這個系統 然後呢 這個陳佩琪 是不是出來以後 吳寶請回那個時候 是不是坐上黃珊 黃珊珊可以當司機嗎 三場奔案會是你開的 你適合嗎 你傳都不傳他 那上了黃珊珊的車 然後他也沒有回他家 陳佩琪 就在黃珊珊家談了一夜 那黃珊珊那麼重要的人 會不會問陳佩琪 你交保還怎樣 問一下一些情況對不對 他一定問一下金流什麼 那陳佩琪會不會跟他講 會嘛 那不僅這樣 變本加厲 到阿伯 阿伯也上他車 然後他跟陳佩琪阿伯 也到那邊去 也到他家 我認為這是串供 這是很重要的訊息 你總要用證人傳傳他 那我現在幫公務員講一下 我也幫蔣萬擔心 蔣萬今年1月發什麼文 說這個一切合法 精華成這個事今年 然後這個什麼 邵秀沛 是一直配合這個 不知道邵秀沛做了什麼幹一件偉大的事 你知道什麼事 這個梁森之一什麼移居城市 任性城市有沒有 那個叫方案4 是不是送在6月的時候 是不是送到2020年6月送到了這個 這個映小偉那邊 然後這個邵秀沛那邊 然後怎麼樣 後來就逐漸就照這個定案 法外自創收了20%的容積率就是他 違法自創這個 就是他承先啟後 他跟精華成合作 精華成的建築師寫這個東西出來 那邵秀沛呢 那後來當然也被傳了嘛 那他下場是什麼你知道 他現在什麼位子啊 他現在是台北市的都委會的直密 就換句話說一年上千億給容積 決定所有的建築層次的開發 是他決定的 他這個B案他不用下台嗎 講完要不要叫他下台的第一個 另外一個更可憐 七月霜八月雪 那個人叫劉秀玲 是當時的那個直密 就讀委會直密 然後他都百般抗拒 那他很正直 他現在幹嘛 打入冷宮 當參試 我覺得這些都他應該回到 這個系統 容積的系統 而劉秀沛趕快下台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鄧田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武器暴行文 俊向還有優秀的武器暴行文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